Hello大家好,我是Cameron 这期视频就主要给大家介绍几个最近新出的几个队伍 其实最近我自己基本上都是没怎么上号 因为打完旅步之后就感觉一点上号的欲望都没有 然后新思路很多,但是也都是没有成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给大家出一些新队伍的介绍 都不是我自己打的,都是朋友提供的素材 然后感觉我也是很难把这些完完全全的去融入到自己的一个共存体系里边 或者是说可以共存,但是很难说会比这种成型的稳定的要好 就是自己处于一种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度 但是感觉这些队伍又有一些它的可起之处以及新奇的点 以及在不同时间段这种队伍出队伍的成型顺序 成型的速度的一个考量 一些新的发现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样子 那么首先要看的就是第一点 第一个队伍的叫红颜属旗,妹子军团的属旗 主要利用到的就是蜀国的孙赏香利用到了这个登用令 然后这个队伍构建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光阴萍先手打控制,带的是横扫再加一个输出 一般带什么破金威胜或者是巨水断销都OK 然后呢,孙赏香打一个主输出,带的是裸衣虎聚 然后黄岩英带的是盛起零级加上西凉铁起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队伍 那么这个队伍首先要讲 我们先来看一个整体的一个战暴的情况好不好 稍微来看一下 打了一个坚凶棋,残兵打 打的还是效果不错的一个五五开吧 反正就是互相碰瓷了吧 这场就相当于碰瓷成功 这场打了一个虎成功 因为有胜器,算是一个单方面的单方向的克制 OK 然后打了一个过渡棋的一个关泰草 然后这场打的是输掉了 估计是速度没拼好 然后这是一个打了一个三十吕布 一个开放期直接三十下湖转的吕布 那么这一场是无损的吃掉了 这一场打的是一个鼠齐 这个鼠齐开放之后一定要拆 这个不拆就是费劲 对吧 就肯定是特别战功宝宝 然后是打了个虎成 虎成 一个连穿,几连穿,七连穿 OK 看来是效果很不错 然后打了一个鲁肃的设计功 然后这个队伍还是现在要观察一下 这个配法可能还是不太行 周瑜带的是夺魂加瓜骨 反正是少一个草船这个样子 带的是双减伤 八门金锁加三比七双 那我估计可能需要周瑜带个草船借鉴 不太清楚这个队 反正这个队伍还是要观察一下 赢了这么一个特别坦克的队 打了一个 打一个桃园 这个就是一个碰瓷吧 一万五打两万四 打一个现在比较火的一个 什么神火盾吗 打没打赢 不过这个兵力差别太大了 打了个丹河的夏侯渊 然后也是赢下来了 然后金雄旗赢了 然后这是一个三十旅步赢下来了 然后一个 这是一个傻队 这个不介绍了 然后一个三十法证 虎尘 这种都是盛其灵敌的作用 然后打一个白板的鼠弓 是被吃掉了 这个这张战宝就很说明问题 因为这个红颜鼠旗这个事 我是在赛季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朋友在做这个队伍 然后再出战报 想给我提供素材 想上电视 然后他就一直在组 然后他给我的反馈 就是打法师好像比较差 然后你看像这一场就是比较典型的 假如说官位并没有先手发动江门虎女 就是前两个回合 没有发动的情况下 好像这个队伍的枕杀能力是不如无奇的 但是这个队伍好像比一般的虎尘还是要好一点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反正就是这个队打速攻流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打法师很有可能打不透 打得透打不透 主要是看关一平的发挥 假如说能给出控制来 那么就能打船 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打不船 因为这个队伍三个人都太血太薄了 就是属性太差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最初的朋友 他就是感觉好像打法师不太满意 因为我们知道最开始用什么虎尘 用武器打法师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这个队伍在这方面表现的并不尽如人意 但是现在给我提供战报的小伙伴 他的整体的思路就是 首先是要抓着这些速攻的队伍打 然后因为这个队还是有一定的碰瓷的一种可能性的 那么就是说黄岩英可以做副将 当然也可以做主将 然后带个五千六千的兵 然后关音平和孙尚乡也不需要带满兵 那么去走一个碰瓷的思路也是挺不错的 又是一个连川 然后又打了一个这个设计功 这场也是发挥的不错 然后这一场还是有九宫八卦的 那么这个队伍我觉得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组一下 但是我整体的判断是感觉这一队 假如说你想有一个满红的无期和满红的红颜暑期来说 我觉得还是满红的无期更好一点 当然这个队伍也有他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说比如说我是孙尚乡开荒 或者我是暑期开荒 我暑期开荒可以转这个队 那个不用说 但是暑期一般都去转了暑公了 暑期转暑公一般是比较主流的 重点是什么 就是孙尚乡开荒那种 孙尚乡开荒最开始是用的陈公加上黄远英 然后孙尚乡在这两个人去打的话 在前面打的比较顺 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就是要打五块六GD 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困难的 基本上很多满红玩家会在这个地方去翻车 当然了也有玩的特别好的 我有个朋友玩这个就玩的特别好 但是我同样也有朋友玩这个玩翻车了 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那么孙尚乡开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 就是他从拿了五块六GD之后到周泰可以上场的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空窗期 那么我们发现 假如说我们不玩无奇了 玩这个队 那么这个队的率就是17率就是非常非常低了 就是无奇是19率嘛 这个队才是17率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我感觉玩这个队好像开荒转型来说 最起码能快半天吧 最起码能快半天或者一天这个样子 所以这也是这个队的优势 所以这个队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第二个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队 这就是一个极简配置的鼠工 我之前经常说怎么去把鼠工的配置降下来 之前一直是感觉在江维这个地方下功夫 比如说用行击军略加上火之源疗 那么这个大哥呢 就是用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思路 然后把这个配置减得非常的低 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江维是夺魂加杯蛇这个不变 然后庞统带的是实战群儒 那么这个技能在庞统身上的发挥 应该是会特别的好 然后这个队伍再配合上白马翼丛 就是不需要那个八门金锁了 打一个先手 那么相当于实战群儒和白马翼丛两个技能来 催动所有的主动战法的一个发声 然后呢 诸葛亮带的是整双弹发加预敌屏障 那么好像这个队伍整体的一个配置 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 比如说白马翼丛是由辅助为带 然后呢 由庞统再带一个 然后由庞统再来带一个英称自首 或者是说这个队不上诸葛亮上法证 因为你有了实战群儒 加上白马翼丛的一个加持 法证的发动率也是有保证的 然后法证 然后再带上个预地屏障 白马翼丛 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思路就特别好 因为就是既省了太平道法 武当飞军又省了八门金锁 所以这个队伍就是感觉一下把整个的配奖体系就盘活了 第一种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八门金锁太平道法用到吴国的那些队了 另外呢 就是八门金锁可以用到那个群没法工那个队了 那么我大概看了一下 好像这个队就是可以跟群没法工去做一个共存呢 那么这就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个简配 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共存的突破了 对吧 那相当于既能玩鼠工又能玩那个群的没法工了 那太好了 对吧 这样也不用争论是鼠工更好还是把法工更好了 我这太省事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战报 看一下这个达三十旅步 零次的天下无双 然后这是一个八连船 看基本上所有的都是阵容队 基本上就是主动战法发动不起来 包括一把旗也打了 肉弓也打了 无旗也打了 然后这是一个鼠旗也可以打 然后这是一个中会的一个宫兵 一个杂牌也打得过 怎么说呢 这个肯定是这场连船是红度碾牙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了这个队好像跑分来说 好像不到八十分 好像但是好像也很强 主要就是对这些以主动战法 安身立命之道的一些队伍的一个压制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这个队还是有点意思 介绍给大家 看看大家都来玩一玩 反正假如说是赛季末了 玩一个非常神秘的战法 实战群 我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么一个队 是一个A兵种的貂蝉的群攻 那么这个队也是非常的强烈的 那么我跟这个玩家稍微聊了一下 他好像很多主流的队都不是特别红 或者是有缺战法缺将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做改变 因为他比如说他就按就按我平常的一个整体的配战思路 是要先把三个T0.5的队伍的一个三边先顶出来 然后最后来组法刀 我一般都是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这个朋友肯定就是这三个武将尤其红 然后比如说江维 比如说庞统 比如说什么魏严张飞关羽这些武将不红 或者说刘备拆了军民 反正就是各种疑难杂症 致使了他没法组一些非常主流的队 或者是说这个哥们非常有创造性思维 人家就组了这么一个队 那么他这个队的整体的一个构思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貂蝉是主将位 然后貂蝉升到A兵种也是属性非常够看的 然后带的是威牧鱼抗和刮骨疗毒 然后张角用的是太平道法加夺魂蟹魄 带的是两个buff 也是非常奢侈的 居兽用的是居兽的顶配 带的是这个奇政相声加上当风吹绝 我一直觉得这个居兽带当风吹绝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比较苦恼的就是因为五国的这些队 比较成熟比较强力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玩一些稀奇古怪的这种当风吹绝的一些队 那么整体这个队伍就会感觉打击面非常广 当风吹绝可以打法师 然后整体的一个闭月的控制情况也是非常的足 然后威牧迷抗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战法 我们说假如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假如说你是不能玩属盾 不能玩这个桃园的话 那么一定不要放过的就是威牧迷抗这个战法 威牧迷抗战法太强了 比如说城普有后发限制 城普就可以带威牧迷抗 这个鲁肃有后发限制 鲁肃也可以带威牧迷抗 然后SP袁绍有后发限制 那么这个SP袁绍也可以带威牧迷抗 反正这个威牧迷抗这个技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战报 这打了一个未关羽的一个队伍 优平 打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鼠攻 也是一个平局 然后这个队又打了一个虎尘 你看这个队他有的时候带圣器 有的时候带当风 但就是针对不同的队伍 他也是不同的赛季用不同的队伍 反正他整体的这么一个体系 他用的是比较顺手的 我感觉 打虎尘 打了一个孙泰路 这是一个挺复古的一个队了 然后打了一个陆逊的无枪 优平 打了一个鼠攻 也是优平 打了一个 这是什么鼠盾 不用张飞的鼠盾 优平 还是逆兵种 打了一个标准的桃园 这个是裂平 打了一个三十阵的陆逊 打赢了 打了一个无枪 也OK 打了一个树弓 虎尘 打护尘 打了一个桃园 这场是赢下来了 四次五类红领 打了两万 我的妈 打了桃园 那么这个队确实还有点T0的感觉了 打了一个肉弓 虎尘 卫法顿 还是当风翠绝兵无常事的卫法顿 这场也是优平 吴顿 这是个吴顿 是吧 这个藤将兵的吴顿 看一下 五类红领打了8500 OK 也不错 打了个桃园 所以说这个队还真的是挺强的 所以说与其去组一些标准的蜀弓 标准的卫法 其真的不如去组一个这样的队 把所有的好战法集中在这一个队来 反正基本上 比如说玩一队虎尘 玩一个这个 或者是说玩一队藤甲 玩一个这个群弓 也都非常好 就是把最强的技能都堆到一个队来 反正玩出自己的特色 所以这个小哥们 我是非常的喜欢他的一个组队思路的 战暴是非常的多 然后打击面也是非常的广 真的可以说的是一个T0的一个队伍了 关键就是他很难跟主流的T0.5的队伍去共存 这就是这个队伍的一个缺陷 然后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风世震的群像 风世震群像这个队就是由小兵 那个up主来创立的 那么这个队主要界限的就是草船 之前那一队 援护加上暂比其风的一个整体思路 那么由贾许或者是左磁来扛伤 然后让赵云去打一个主书出位 而且这一队还有象兵和风世震的一个减伤 那么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物理减伤都打到贾许 或者是左磁身上 都是会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伤害量的 然后这个队主要是赵云也不怕控制 然后赵云的输出可以说是比较稳定 当然也可以说赵云演起来的时候 那也是真的演对吧 所以整体的思路是这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感觉这个队输出量还是比较存疑的 但是整体来说 这队的跑分还是跑得非常高的 然后这个队伍的技能有两种放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由贾许来带象兵和风世震 然后贾许是带圆护甲 然后他是质力最高 然后左磁带的是刮骨疗毒加上赞比奇风 或者是就是我这个朋友这样带的 他是贾许带的是赞比奇风加上刮骨疗毒 而且用的是势敌已弱的那个兵术 所以这个刮骨疗毒的发动率也是有一定的提高 然后他把左磁的质力调成了最高 然后左磁来乘伤 然后贾许要加一部分的统帅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加速度加统帅 大概我这朋友是这么个玩法 然后这是他的战报 打了一个这是什么甘太城 然后打了一个白板的大象 三室吕布 然后白板的树弓 反正还连穿了好几队 你看这个样子打的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又是一个12连穿 然后这个队好像是有点怕这种比较古老的队伍 然后你看像这个鼠枪就打不过 然后赵云被爆头了 而且这个队好像必须抵赵云特别红 才能数量够 然后打一个满红的虎尘 打了个两败俱伤 所以说这个队整体的一个稳定性来说 还是比较存疑的 一个是输出 另一个是赵云会不会被爆头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再大家再观察一下 反正就是先做这么一个反馈 然后我自己也是没有玩这个队 所以不太敢下定论 有的人会感觉这个比较好 但是也有人会感觉比较差 主要就是现在赵云加园或者这个体系是要跟草船孙权来摆一摆手腕的 所以说也是很难比草船孙权更强 所以这个队想玩的是可以试一下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又是这一张战报是在签盟赛看到的 然后这张的战报的主角就是女王盾 这个女王盾好像也是比较火这个队 然后主要为什么我会又单独拿出来这个队来讲 我之前对泰威顿感觉不是特别看好的一个样子 然后又突然来讲这个女王盾 主要是因为在签盟赛这个赛场上 整体的一个开荒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我看到有人第一队就出了这样一个司马一役的一个丹河司马懿 也是感觉挺吃惊的 然后这个队可以带腐击军民 当然也可以带腾甲顿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看这场满红的陆讯才到才40级 这个哥们就已经41级了 所以这个队开荒也是挺快的 也就是我看一下技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用通神识别三日的迷得说 然后是这个魅惑 魅惑是如果是女性角色的话 是有支离加成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 然后蛮宠带的是刮骨疗毒 最后一个技能带腐击军民 或者是腾甲兵 这个主要是看共存 最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在刷截的时候 先带腐击军民 然后最后假如说需要共存了 再把腐击军民撤下去 上一个腾甲 我为什么会特别又想提起来这个队呢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队的转型应该是非常坏的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三世镇陆逊来开荒 那么三世镇陆逊开荒开到了35级之后 就基本上要换上僵围 然后换上僵围之后呢 又要转成这个吴国的法刀 加上鼠弓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这个三世镇陆逊的开荒一直被诟病的 就是转型比较慢 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队 这个人做了这样一个尝试之后 我们说 假如说 我们三世镇陆逊开到了 五块六基地之后 可不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型 就是说 把司马懿和蛮宠这两个将放到练兵场 都练到三十级 然后三十级的司马懿张春华 以及蛮宠 这三个人一起去开荒 从六基地开始开 也就是开始的时候 陆逊和佐词都是大公仔 用完就扔掉了 然后第一队先出这个司马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思路 另外呢 由于鼠攻是二十级 由于这个最开始 不管是无枪啊 还是射击攻啊 都需要那个小宝物 那么在第二队的时候 再出那些陆逊的队 比如说射击攻 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的 那么具体 就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尝试 我觉得下个赛季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这样的一个开荒的一个思路 那么 这个队在 假如说在前两队出的时候 大家都是工兵 那我单独出一个盾兵 而且我这个盾兵是不用腾甲兵 我用的是腐击军民 那么这个队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个队打兵刃 好像也有的打 我看了一场这场 这个队去打一个单核的夏侯元 打了一个两败俱伤 也是可以扛住的吧 基本上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那么等到大家科技都上来了 然后 要练三队四队了 然后 这个队就可以把腹肌军民 再给到法刀队 然后呢 上一个腾甲 那这个队就从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开荒的优势队 变成了一个功灵性比较强的一个队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化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心意的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主要给大家介绍几个新的队伍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